有一个机构叫阿拉伯在台商务协会 它曾在2018年 在内政部这儿有登记为什么 是社会团体 说是要成立 是要协助台湾的投资者 到阿拉伯世界去投资 所以他们可以提供帮助 说是这样说 那这个商会在社交的媒体上 用沙特阿曼约旦等国旗 作为标志 但是这些驻台代表非常的不满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样会造成混淆误导还有蒙骗 因为这并不能够代表这三方 这三国 所以就要阿拉伯在台商务协会 把这国旗撤掉 没想到ACCT反告他们妨害名誉 还提了民事刑事诉讼 结果警察局也非常的关切 所以警方还发函 这三个驻台代表道案说明 后来还是得要由外交部 警级行文警察局去解释说 他们有外交豁免权的 才免于造成外交危机 当然这三个代表 他们则感到非常的depressed 说是很沮丧 因为居然外交部到现在都无法妥善处理这个案子 而且也不是只有外交部 连内政部说都已经在2023年的时候呢 就要求他们必须要做出更多的什么说明 而且也不应该要有所谓内政部合法认证的字样 但是他们也没拿掉的话 那内政部你能怎样呢 结果还看到他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 还有负责人叙利亚裔韩威尔先生 还有po上跟赖金德的合照 那这代表什么呢 要持续的要在这个让这个三个国家的使节不开心吗 杠到底吗 甚至还要继续对他们提告诉吗 好 我请教一下蔡委员 我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包括我们的外交单位内政的部门 好像都让这个使节感到非常的不满 处理这种事情很简单 然后这么简单的事情不能处理 必有毛逆 那我大胆的预测 没有根据我预测 这个组织啊 很可能就是民进党的外围组织啊 所以才可以这么嚣张啊 要不然你面对这种 其他国家的代表处来这样的要求 你还需要花点功夫吗 很简单 就把那个负责人吊销签证 驱逐出去 就解决了 你需要是什么事 是不是不用做啊 就是其实并没有困难啊 没有困难啊 一个外交部吊销一个外国人 在台湾的签证需要理由嘛 有时候你这个不符合你来台湾的目标 他就取消了 我们不取消过很多其他国家 还有什么媒体记者以外都干过啊 也是 有什么难的啊 那为什么不做 你还能够跟赖清德拍照 什么意思 他表示他是帮民进党做阿拉伯的生意的 不是吗 不然你从北的解释 外交部动不了 内政部动不了 那就是总统府啊 不然还有谁啊 所以这个就是民进党的金库已经透过这个组织 往外面省嘛 因为他还收高额费用啊 对 是不是以后跟 有收费 阿拉伯国家做生意就要跟民进党 交点保护会是不是啊 我当讲这种话当然是会让人家很 民进党很愤怒啊 那就是你们干的 不然你怎么这种小事情处理不了 就是有猫腻嘛 那你林家龙还在那装模作样 对不对 还装模作样 感觉好像很困难 一直都悬而未卷 那你内政部长还在那装模作样 内政部长不是前面在林佑昌吗 后面在刘四方吗 出去做什么呢 比在台湾处理更容易啊 对不对 那还要去把那个外交大使 是哪个警察局的白幕啊 对不对 就是一群白幕在管理这个国家 就是民进党 杨老师那您的看法呢 完全赞同蔡委员的观点 这个单位它是一个叙利亚裔的 这个就是这个人 在台湾用了一个这样的名称 其实你去内政部去登记 你怎么可以用什么阿拉伯 哪一个不可以 我们自己搞不清楚 觉得你来自于叙利亚 你就代表整个阿拉伯 这是一个他自己登记的一个团体 但是完全不代表阿拉伯 但是他用了这三个国家 他用了这三个国家 为什么用叙利亚也放进来 而且用国旗 对 然后不止如此 你放国旗 也只不过 你好像把这个事情夸大一下 他因此还收费 他还开证书 那这个政府当然不被承认喔 对不对 然后他还去控告这三个国家的这个驻台的代表 那一定后面有强大的支持者 这个很简单 怎么会内政部搞了一年多搞不了 就你就取消掉 撤销掉他的这些登记就好了 是 去年 去年二零二三年八 八月底以前要更正 否则可以依法解散 解散了没有 没有 这事情变成一个国际外交事件 闹到中东国家 他都会觉得你在台湾 你的政治人物背后透过一个 在台湾成立的这个团体 然后用我们的名称 用我们的证书 完全不是我们自己授权 要取得怎么样的商业利益 这个要更挖出来 他后面是不是有些商业利益 后面是不是有一些 跟政治上的连结 这个现在目前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但是蔡委员的推论 我觉得那是不只是合理怀疑 那基本上已经是很清楚 好 不过这边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也非常的不解 这一点要请教一下丽将军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编 军事国防预算 那在明年度的 立法院即将要开审了 那到底是怎么编法 说新增的亮点在于 陆海军采购次真飞弹 数目由500枚大增到2530枚 所以本来要133.75亿的 现在需要的是690.16亿的预算了 而问题是美国政府到现在都没有批准出售 那以往都是说先编成机密预算 案子定了再转成公开 才能够公开让大家知道 可是现在是美国这边都还没有定 可是我们已经是公开了 这一点当然也让人觉得很好奇 到底是为什么 当然当然也有这个次真飞弹 我们是需要五倍的数量了吗 那这都代表什么意义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法一定是牵涉到 金钱跟商业上利益的问题 不是国防 国防上面我认为说是 我们真的不需要2530枚 除非说是我们这个 听从欧布莱恩的建议 准备每一个派出所摆一枚 大家知道我们防空作战来讲的话 我们称为重臣拦截 简单讲叫弹弹机弹炮 第一个弹是飞弹 天空飞弹 爱国者飞弹 就是当我们发现敌机的时候 一定是远程的 第二个弹是什么弹呢 第一个弹是战机发射的 这种空对空的飞弹 第三个是战机 那第四个弹是什么呢 刺针飞弹 然后第五个是炮 当刺针飞弹也打不到的时候 最后才是炮 就重臣拦截嘛 那你看看这次买的是 哪个弹会在买 陆军跟海军 没有看到空军 因为空军叫做整体防空 是区域防空 它用的是爱国者跟天空飞弹 然后只有陆军 这叫野战防空 就跟着部队走 海军来讲应该是陆战队在买 是陆军跟海军的陆战队 舰艇上面用不到这种飞弹 支撑飞弹 但是要知道买这么多 我先试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认为台湾有能力操作吗 支撑飞弹不是炮弹 也不是子弹 所以装弹枪弹就可以打出去 你知道支撑飞弹要怎么打 它有一个罐子叫BCU 叫做冷冻雅气罐 就是我要设计之前 因为它设成只有五公里 你如果在那边没有人告诉你 飞机从哪里来 你傻乎乎的站在哪里 你根本没有用 那你要知道 知道以后你要把那个罐子 BCU的罐子 塞到这个自针飞弹里面 这时候它雅气灌进去以后 然后才可以开始 飞弹跟这个瞄准系统 才可以通电 通电之后 你之后才可以瞄准射击 所以它有一段操作的时间 不是说你拿了步枪说 装了子弹就打 那第二个就是 我刚刚讲那个罐子是 整个自针飞弹重点中的重点 它需要保养 它需要保养 如果说你不保养 它就失效了 那我先试问一下 我们买了这些弹药 买了这么多的自针飞弹 两千五百三十枚 这个我们储存在哪里 我们台湾有没有这么多的这种 储存这种专业的储存库房 来储存 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们有多少部队 因为这不是说是每一个人发一门 你一定是 譬如说是我们一定要编配 那陆军来讲 你一个营级要有几枚 就有哪个单位来操作来使用 那我们台湾 我自己据我现在知道 陆军的数量来讲 如果你已经上面有这个 这个区域防空来讲的话 你实在是迫不得已 敌机敌舰已经飞到你面前来 你才需要用到赤身飞弹 不然前面更远程来讲的话 是空军的爱国者或天空打 或者战机在打 那最后这些都突破了以后 才轮到你陆军 或者陆战队来做攻击 那你需要买到两千五百三十枚 那你库房在哪里 你这个保养人员站 我刚刚讲的那个 BCU那个东西 它是每天要保养 它是经常不是每天 但是如果你不保养的话 这一颗飞弹它就会失效 那我们有没有那么多的保养人才 我觉得这是问题所在 好 接着要请教一下蔡委员 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 美国大选 现在的这个最新选情 看来呢 这个贺锦丽很有压力 因为呢 以目前来看这个声势 川普确实是持续往上 而且甚至呢 都已经有预测市场平台 Polymarket 近期显示 她的胜算大增 领先贺锦丽的差距有增加 变成60.8比39.1 川普在领先 那最近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川普呢 她说贺锦丽打工是家的 然后她直接去麦当劳素食店打工给你看 然后呢还说 勺子可以装薯条 都不用粘到手好专业 然后呢这个画面 其实这一播出来 其实就真的是抢进了版面 而她又不太会是只是用动作秀给你看哦 你看到她也很敢讲 比方说她会说 我跟习近平关系非常牢固 我都不必用武力 她很尊重我 她知道我很疯狂 然后照样要说 对中国征收百分之 最多到百分两百的关税 哇什么话都敢说 所以现在如果要讲媒体的话 哇她好像比贺锦丽要来的更加的吸睛了 所以现在贺锦丽还要努力的去抢非洲裔的选票了耶 感觉越来越吃力 蔡委员 现在川普的竞选策略终于摸对路线了 一开始在那边打这个打那个 其实都是乱打一通 她现在这一招是对的 她说我是虔诚的福音派基督教徒 她在演给你看 而共和党以及美国社会这是主流 然后相对照的是什么 贺锦丽是由印度教徒改信基督教的 所以你这个一个差距就马上被拉开来 选举就是很情绪 选举不是完全什么理性 你的政策牛肉在哪里 没有那回事 她拉这个很自然会拉开 因为基本上很多人在美国人 她从婴儿时代就受洗成为福音派基督徒 那福音派基督徒有一套的仪轨 有一套的信念 我们台湾也有福音派的基督徒 但平常现在大部分的台湾 搞不太清楚那一套是 为什么这么隆重 这么慎重 而大部分的所谓的传统的美国人 并不是移民的后代的话 大部分都是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的 所以她这一招下去就说 我是信徒 信徒投给我这个上帝眷顾的人 这招对了 你说这个政策吗 不是 就是认同选票 那以前贺锦丽是什么 年轻的 黑人 少数族裔 印度人 以前说他印度人 现在不是 那现在就是跟你打 我是基督徒 你是改宗的 意思是我是原装的 你是改拼装车 对照就出来了 这个跟我们台湾在选举面耍那整集 有什么不同 对 对 韩国瑜为什么后来输 这个输得很惨 就乡下都给你搞这个东西 你没办法 是 这是一个 Bear in 我应该怎么翻译 Bear in的策略 他只要能够散动你这种情绪 他就赢了 然后他讲说 给他印象说我是很有钱 对不对 好像高高在上 我卖当地打工啊 对不对 打给你看啊 对不对 而且我不可否认了 川普这个就是一个演员 有时候他比哲伦斯 我就觉得他比 跟哲伦斯对调一下 没什么差别 就浑身是戏 他大戏精 他符合美国这个文化社会 他这一套如果到欧洲去 大概不太行 欧洲选首相都那种中规中矩的 德国 德国喜欢中规中矩的人 那也很有学问 然后交易很好的 可是美国不是啊 美国就是有点那种 流行音乐那种感觉 他摸对的策略 选举最怕摸不到门道 摸对策略就很容易翻盘 现在川普是处于这样的 就真的翻上来了 对 因为要打信徒票啊 是 那你像何秦丽的支持者 里面有一大褂信徒啊 福音派的 对不对 每天早上节一定要读圣经的 孩子在学校一定要读圣经的 这就是无法被挑战 而且是黑人里面一大堆 为什么 因为黑人从非洲来 他们的文化基本上是被断掉了 所以来了又重新学习 所以很多黑人在当黑奴的时代 真的靠圣经的心灵安慰在度过来 你不能否认这样一个惨痛的历史 那基督教的福音派的圣经解释 真的很能够抚慰那种很孤独的人 你不能否认他有这种很特殊的 这种精神现象跟精神作用 那这个他当然会风言风语 我跟习近平是巴黎巴黎 我叫他不可以打台湾 他就不会打台湾 他这个意思 是 他都敢打台湾 我磕到两百% 什么 我想 川普最搞笑 他好像没有北的招 唯一的招就扣关税 这个也扣关税 那个也扣关税 你看从头到尾就是 I'm a text man 对 所以他现在在往这个方向做的话 他就是个心经嘛 对 他说你看你贺锦丽 什么办法都没有啊 对 所以现在贺锦丽很努力 是希望能够搬回来了 但是杨老师您看呢 现在美国舆论 对于她的评价怎么样 更看好了吗 我两个月前我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的选举 很可能会重复2016 也就是贺锦丽说不定 可能会赢得普选票数比较多 但是川普会赢得关键州 赢得总统选举 最后其实美国的制度很特殊嘛 你就要看宾州 北卡密西根 也许内华达 我们再把有七个加在一起 现在他都在这些全部的领先 剩下17天 川普的机会越来越高 今天最后呢 还是要有请教官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就是KS皇家呵护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 这抗紫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CTI798 CTI798 我的推荐代码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專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你呢? 你呢? 你呢?